透过线上缓紧照片 社宅内部状况简单大方 透过线上一览无遗 社宅招租炙手可热 而近期的这部提出新版社宅租金 分级收费草案 收费原则采身份别 而非所得别引发论战 甚至新闻稿上还表示 甚至新闻稿上还表示 北市桃源都同意 而桃源市府第一时间赶紧成金 并不符合事实 打脸内政部 大家都有表述不同的一个意见跟建议 其实大家也都不反对 我想其实大家基本上都是有共识 希望能够减轻负担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原则 另外内政部新闻稿也提到 台北桃源过去制度是错置补贴 容易造成误判 张善政跟职严看不懂 这个我是看不懂那句话 所以收入少的补贴多 这个我觉得是合理的做法 我想大家直居上听起来 觉得是一样的想法 所以怎么叫做错置补贴 我并不了解 租金怎么收 吵不停 限期制度主要分成两种 第一种是身份别计价 像是位于北市全台最早的设宅 大龙洞公营住宅 就是分为一般户 弱势户等身份别 有不同租金 中央领口设宅也参照沿用 不过有鉴于各国多彩 依收入分级计算可负担租金 来避免不同所得 较相同租金的状况 经过民间倡议台北市2018年开始率先采用 桃源市与新北市也分别在2020年跟2024年跟进采用 我觉得维持原状 有时候他那个身份不是表面上看到的 收入比较公正 如果只看身份的话 我觉得应该更好吧 因为可以考虑到不同事情 身份别收入别各有拥护 就希望中央地方持续沟通 成恒利弊让弱势受到最好照顾 欢迎新闻 陈明彦 专品达 台湾小伯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